滨海湾浮动舞台重新发展成卫国广场的建设工程将从今年第三季展开 预计2027年完工 浮动舞台前面的滨海长廊即日起将关闭 国防部和国家发展部在联合文告中透露 将把卫国广场建设项目的合同颁给扩展建筑四人有限公司 文告说卫国广场军国后将成为举办大型国家和社区活动的独特场所 那里将设有能容纳三万人的主看台 一个全新的永久性舞台甲板 以及将会全天候开放方便行人通行的滨水长廊 为了方便施工 浮动舞台前的滨海长廊即日起关闭 当局建议公众改用来福世道通行